奖励 第三 每天幫我們分享十則新聞出去 每一個分享就可以獲得一枚旺幣獎勵 旺幣越積越多 就可以兌換快點購的得價券 或者是特別好禮喔 每天滑一滑中天新聞網APP 做好支持中天三步驟 十個讚 十個留言 十個分享 讓我們監督的力量更強大 海滑XO干貝醬 香氣撲鼻好嗎 想要吃個蘿蔔糕 吃個青菜 吃個麵 你就加海滑XO干貝醬 一勺淋下去 馬上讓你的料理瞬間 變成像是五星級飯店的料理樣子 是我們上我們的 中天快點購的電商的網站 Soshi 你就可以找到囉 青黑 櫻花粉 奶茶色 三款配色即刻入手 請上快點購 有您的支持 中天 Keep Going 我飛行經歷時間2700個小時 所有考評成 要對身上客戶 小姐無人能體 飛行比她的性命還重要 這是模擬 就憑你這句話 你必須從頭去練 憑什麼呀 我還沒有正式服役呢 你就讓我退役 不難聽你不要太自以為是 我承銷的人生你左右不了 降級成觀察 你針對我 是 承銷這種經驗 花下人家 很重要 10月10日晚上11點 中天娛樂台 降風而下 Granville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前進戰略高地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鄭盈貞 邀請我們的戰粉們 寶寶們來到聊天室 要先記得幫我們按讚應援 我們是BASS在全球大視野的 YouTube的頻道底下 首先邀請大家按讚之外 小鈴鐺旁邊這個訂閱 您都按過了嗎 免費動動手指 給我們最強的應援 訂閱頻道的好處是 首先增加我們的收看率 目前已經有103萬的訂閱者了 那麼再來就是 我們有新的頻道 新的影片上線的時候 YT會主動的通知您 每一次的直播都不露接 謝謝大家的支持 歡迎大家我們的戰粉們 加一刷一排漢堡 告訴我您今天在哪一座城市 收看《前進戰略高地》 今天有很多的議題要討論 首先在節目開之前告訴大家 你知道我們有APP嗎 我們的APP超級好用的 除了可以讓你掌握 天下大勢之外 當然我們的直播影片 你也是在APP上 都可以看得到 歡迎大家下載超好用的 中天新聞網的APP 而且下載之後還可以抽好禮 所有的好康依舊在這邊 贏達旅遊 旅行社 餐團小費 1500元的抵用券 奇幻島樂園 親子唱完的門票 還有米特才藝中心 課程抵用券 小七咖啡等等 好吃好玩的都在這裡面 如果你覺得這個APP很好用的話 歡迎一定要給我們 五星好評 輸入我們的推薦代碼 一貞保主推薦代碼是CTI626 還有我們的小編 小編的推薦代碼 我們的團隊的推薦代碼在這邊 也需要大家的支持與應援 謝謝大家 馬上要進入主題了 今天攝影棚裡頭 邀請到了三位重量級的來賓 首先讓我們歡迎 翠華明 翠將軍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立正傑 立將軍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黃征輝 黃建長 主持人 各位觀眾大家好 首先今天第一題我們來看 最近有很多消息一直在說 11月舊金山的Apex席拜會 是否是真的要成行呢 拜登又開始先說話了 拜登說很有可能 但是所有的detail 都還不知道 還在談 很多人就在想 如果說真見面 到底能聊出個什麼來 或許這是策略性的 但是我們從一些端倪來看 是否真的有可能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議員要訪華了 美國聯邦參議院 多數黨領袖舒默 10月要訪中 人都還沒去 就已經先說想見習近平 然後要談什麼 也直接搬上檯面 他說要談美光 在中國業務的問題 大家分析 是否是專注於美國企業 在中國互惠的需求呢 當時候我也很好奇 為什麼是談美光的議題呢 居中找了一下發現 很多人在說 那舒默訪華是為美中 習拜會來牽線嗎 還是為了自己的選舉 也有關係呢 美光這一題 因為美光在紐約 他也要蓋大的晶片廠 所以這個議題告訴大家 就是舒默他選區的問題 所以美國這些政客 到底仿中是為了國家利益 還是也順便為了自己 再拉選票呢 舒昌君 這很顯然就是為自己選區服務 不管他能不能得到什麼結果 至少給他選區的美光 有一個交代 我曾經為你去當說客 事實上你去 他標題說還想見習近平 那就是見鬼了 你這邊白宮這邊雷蒙多 還在要加強對華為的各種限制 各種拜登也講要 把他完全打壓到不能夠成長 你這邊去要求美光 美光跟華為是一樣的 都是搞晶片 搞手機 搞這些東西的 這邊要我開通你美光 在中國大陸業務 那邊你又再繼續打華為 所以他的問題 維德林的這個 這個國務院的這個議長 舒默 根本也指望是達不到什麼成果 但是做一個宣誓性的動作 表示我對我選區有服務了 對美光有交代了 拿了人家錢總要辦個事嘛 所以這個東西 越是這樣子講 我覺得習拜會的成立的可行性越不高 覺得是越不高的 因為什麼 昨天我在這邊 已經跟節目上講過 美國政府就對任何事情 都是一種管控 完全希望在它管控 掌握之下進行 譬如說經濟戰略 科技戰略跟政治作戰 這三個領域 因為它這個過程是緩慢的 效果是慢慢顯性的 可進可退的 唯獨戰爭是沒有辦法的 一旦爆發了 那就是螺旋石的上升了 所以美國想要去談的 拜習會主要是想談 不要弄起戰爭來 因為戰爭一旦 中國大陸一旦不忍 發動了戰爭的話 美國沒有辦法控制了 所以這邊在加碼 還在搞經濟作戰 科技作戰 但是希望能夠拜習會 能夠對管控上面 能夠有一點目標 那麼拜習會 拜登的目的 是有求於中國大陸 因為翻不翻臉 是中國大陸的態度 那拜登又要選舉 如果說這次再見不到習近平 那被川普笑死了 是的 對不對 川普最近搞得他 真的頭都暈了 川普要回來當議長 是 到那個時候 你眾議院 能夠美國的政府 所有的預算能通過 要感謝川普 川普才是美國的救世主 這樣子搞的話 拜登是不是要弄一個更大的舞台 所以你看 派了多少 雷蒙多了 葉倫 布林肯了 去了多少趟 能派的都派了 去了多少趟 求爹爹告奶奶的 就 中國大陸也很有意思 到現在不表態 對 但是如果 中國大陸許了美光這個案子 那中國大陸老百姓 都不會原諒習近平 是 對不對 你這邊被欺負到這個樣子了 你還會甩這個議長來一下 對不對 那你總要針對拜登是不是有什麼 相對的橄欖枝 相對的解除這個關稅 那也許可以談一談 所以現在 中國大陸一直擺了一個不知可否 沒錯 因為你怎麼說 國與國間交朋友 大家就理尚往來 現在只看到制裁 只看到圍堵 只看到打壓 沒看到美國有釋出任何一點的 誠意 善意 好 再來 舒默除了訪華之外 中日韓他都會去 好 另外大家再看 最近美國國務院的中國組改組 新的負責人上任 先來說一下這個中國組 其實這個中國組 就是布林肯成立的 他去年12月的時候 主持的時候設立的 他用來就是管理美中競爭的部分 好 這一位是蘭博特 美國國務院任命了一個 滿資深的外交官 馬克蘭博特 他成為最新對華政策的最高官員 所以大家也在看 新官上任 對華政策真的會有 有所的改變嗎 因為他算是滿懂中國的 他1990年加入美國的國務院 他會講中文 日文 泰文 越南 西班牙語 然後兩度在美國駐華大使館裡面 任職 在處理中國相關的問題的部分 他算是滿有經驗的 但是以這樣子來看 美國釋出的這個善意 或許不夠多 而且舒默想見習近平 拜登都還沒見到 如果你先見到 那不是整個大打臉 大打臉拜登了嗎 立將軍你怎麼看 美國現在 美中這一局 第一個我先講一下蘭博特 他是接華制強的 原來中國組組長是華制強 但華制強只做多久 只做半年就做不下去了 因為美中之間的關係 實在是太複雜了 這兩個國家的競爭 除了說經濟上面 科技上面 還有軍事上面 外交上面 這可以說是盤根挫節 再加上國際上面的 地緣政治關係來講的話 我想不是國務院一個 中國組一個負責人 他就能夠做主 他又能夠排版精愛 由於現在又冒了一個 眾議院院長出事 以後來講的話 可能現在大概美國來講 眾議院可以說比較短視 行政部門可能他看得比較遠 跟美國跟中國之間不要 他們講的是說 只要去風險不脫鉤 但是他們這些眾議員 為了自己選舉 他目標就很短視 他一定現在擺出很強硬的 這種抗鬆的姿勢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換誰來當中國組的組長 我覺得都沒有用 黃志強 黃志強當初也是呼聲很高 可是他做不了 我回到剛才美光這個問題 美光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這件事情 從這件事情看你就可以看到 事實上是美中科技戰的一個縮影 一個縮板 美國最早是很囂張的 他在2018年的時候 是他主動對中國提出攻擊的 他說中國竊取他的章業機密 所以要對中國制裁 可是中國那時候 因為他自己翅膀還沒長硬 就是在科技業 在晶片製造業 科技還沒長硬 他就忍耐 暗耐下來 沒有任何動作 但現在來講的話 美國是做什麼科技的 他的晶片是做那種快閃記憶器 就是說儲存很快的那種機體 還有說COMS 就是照相類似底片那種晶片 他在中國的生意有多大 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是在中國的 有四分之一的收入在中國 你看那個收入有多大 結果去年來講的話 他這個股票比預估的要虧損的 將近好像40% 比去年虧損40% 因為就中美 中國對他開出第一槍 制裁第一個就是美光 中國為什麼現在敢對他實施制裁 因為中國有這種 有這種科技的能力 就長槍築盾 他可以做這種晶片 在這種狀況之下 中國就敲美光第一個下手 在這種狀況 因為我有這個能力 那就代表一個縮影 你美國現在對中國 用這個小院高牆 在科技方面一再的圍堵 可是問題是說 你這種圍堵有沒有效 對不對 我們經常講 中國來講現在科技的巨頭 是華為 人人非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不儲存美金 我們儲存的是人才 最重要的是人才 當你培養出人才之後 你科技後續的發展 是充滿了無限的想像 都可以做得出來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美國來講 你其他的科技 你有沒有辦法再繼續 再用這種小院高牆的方式 來做圍堵 如果其中有一點再被突破 就像現在Metal 用程那種手機已經被突破了 晶片已經被突破 美國現在來講 他的方法不是說 我想辦法來 就是雙方來 創造一個共同雙贏的這種局面 反而聯盟說 今天早上 我看今天早上新聞 他是要加強管制 把所有漏洞補起來 在這種狀況之下 中國他會不會刺激中國 你本來要掐他喉嚨了 最後變成去幫他按摩太陽穴 他更醒過來了 對不對 他本來這個東西 他覺得說 我靠你美國供應鏈就可以了 現在我變成說 自己要發展 自己要製造 所以說我覺得說 美光是一個很明顯的一個例子 如果未來的話 這也是華為來講 他很低調 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 不知道 到現在還是一個謎 可是如果說其他的產業鏈 他也慢慢 中國自己可以發展出來的話 其實對美國來講的話 後續來講 你這種小院高強的能力 是不是還有這種方法 能夠來圍堵中國 在科技業 當你科技業圍堵不了的時候 我覺得後續來講的話 美國可能就慢慢 日泊西山是可以預想得到 就東升西降 這是可以預判到的局勢 覺得李昌俊剛剛那個 形容實在太好了 原本要掐脖子會不會變成 幫他按摩太陽穴 我們從華為看到就知道了 你看 從華為的覺醒 到現在美國發現不得了了 原本的掐脖子失效了 甚至美國要掐脖子 他也拉了 中國周邊的一些 搬不走鄰居一起來 譬如說日本 譬如說韓國 但是這些國家告訴你 或許也已經醒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日韓試圖要穩定 與中國的關係 因為這是很明顯的 在核污水 核廢水的議題上 中國對日本開了一槍 日本所有的水產 是禁止進口的 禁令還沒解除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數據 今天搜了一下數據 最新的日本8月份 對中水產品出口額 減少65.7% 從7月開始到8月 這個數字一直在增加 日本媒體也預估了 9月出口還會繼續降 因為中國禁令就沒解除 好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的部分 好 韓國現在卡在中間 你知道嗎 連美國都覺得 你雖然也有跟著美國的政策 親美 但是你不夠硬 你對中不夠硬 你知道嗎 這個美國之音就說 有些專家認為 韓國總統尹錫悅 遠不是那個被外界認定的 對華鷹派 你要抗中 你也抗得不徹底 好 我們來看 為什麼 韓國也夾在中間 美國的CIA 中國分析師韋德寧他認為 韓國意識到了 中國就在他隔壁 中國是一個大的鄰國 而且也是他們的一個巨大市場 韓國的外國語大學的 東亞事務專家艾金森也分析 其實尹錫悅一直以來 也很願意與中對話 所以現在中日韓峰會 也正在鋪路 有沒有可能在今年說 11月還是12月的時候 預估12月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中日韓領導人 一起坐下來談 沒有美國 我相信其實這個外交 你聽起來都好複雜 這些國家跟這個國家 來來去去 但是那些負責外交的人 以及負責國家大事的人 遠比我們要專業 像我這麼外行 我都可以告訴你 所有的外交其實著重的是 三樣東西 第一個尊嚴 第二個安全 第三個利益 就是你做外交 你就要想這三樣 一個一個想完 那尊嚴是無價的 所謂無價就是 你說他要拋頭肚灑熱血 就拋頭肚灑熱血 你說他一毛不直 他也就一毛不直 所以能夠堅持的時候 他就一定堅持 當你發現不能堅持的時候 這個尊嚴你要退讓 為什麼 你接著就要想第二個安全 有時候如果說 我這個尊嚴很重要 我打仗也要這樣子打下去 那時候就是不對的 所以安全是國家 一定要考慮的一個最重要 因為你活不下去 那就跟人的健康一樣 安全如果通過以後 接著才是利益 所以短期注重安全 長期追求利益 這是基本的外交的大原則 那接著我們來看 中日韓在地緣這裡 每個國家都這麼近 相互之間有沒有誰 瞧不起誰讓他的尊嚴受傷的 沒有 那都不是這三國的關係 第二個安全 中國大陸有可能去打韓國或日本嗎 毫無可能 怎麼可能 整個中國歷史 就不會去打別的國家 那接著你就要去問 如果台海打起來 會不會牽扯到他們 話不說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也不可能 除非你要介入 那他不是傻瓜 他為什麼要跟中國去打 所以他不會去介入的 所以安全不是問題 那接著就是利益了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靠那麼近 如果他們彼此形成供應鏈 他們彼此相互的 而且還有一些 他們相互之間是在互補的 所以我在想 如果在負責 中日韓關係的外交人 去想一個東西 第一 不要依賴美國 因為你們安全不靠美國 這兩個國家完全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個南韓是比北韓強的 只是它的有核彈而已 這是一個 那如果這三個國家結合起來 簽訂一個這樣 類似歐盟這個樣子 日本支持中國大陸 然後把東西賣到那裡 賣到它的市場 韓國也在這中間結合在一起 或是我們一帶一路 都把它結合在一起 各位有沒有想過 這三個國家結合起來以後 他們會勝過美國 你想想看他們的GDP 第二個 現在他們都還在那種 糾結制裁的狀態 如果整個把經濟打通 血脈活了 他們之間會有多大的利益 所以中日韓的努力 應該就是朝這個方向 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一起做好兄弟 我們這麼近你也丟不掉 美國也不可能拉過來 這麼遠 大家應該一起合作 記住 外交最重要的還是利益 美國就怕這些局裡面 就沒有他了 他就插不了手了 接下來我們來看 美國史上第一次 被罷免了麥卡錫 美國眾議院議長遭到罷免下台 當然也是跟這預算案有關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10月3號的時候 美國眾議院展開了 議長麥卡錫的罷免投票 最後是216票贊成罷免 210票最終通過罷免案 因為民主黨跟 因為麥卡錫跟民主黨 達成了一個協議 還記得嗎 上個禮拜我們才在講 美國聯邦政府 終於能夠稍微喘一口氣 有45天不用擔心關門的問題 因為延長了撥款措施 避免政府停擺 結果就是因為這樣 你看美國政客很尷尬 為了大局著想 但是被自己的共和黨員反撲 所以提出了這個罷免案 你哭 人民才該哭 內神通外鬼查不了 壞蛋和混蛋都找不到 新潮流 法力無邊 我想用時間 衝刷掉你心靈的那些傷害 我都願意的 還哭 人民才該哭 金錢流向不交代 幕後黑手全省你 誰是門神 你的名字可以阻止戰爭 你的名字可以確保安全 你的名字可以守護希望 我是郭台銘 讓我們團結一心 打造台灣的美好未來 請攜帶身份證 前往連署站 簽名挺台銘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很實際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聞 在綠媒看不到嗎 沒關係 綠媒不報的 中天報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用真相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份力量 浪味咖啡店 專屬你的口袋咖啡館 青巧包隨手享受 滿足想喝咖啡的心 浪漫的味道在口中綻放 釋放濃醇香 想隨時隨地品味咖啡香醇 上快點購 即刻擁有 一針包子的真心話大冒險 回來囉 拆穿大國競爭 不能說的秘密 從地緣政治 聊到國防武器 要看懂世界局勢 先搞懂外交真心話 每週二 下午三點鐘 逸真主播 與您直播線上見 但是麥卡錡說 他不後悔當初的選擇 接下來他不會再選議長了 來 接下來第二章 我們先來看一下 導播我們來看 這一次這個預算案 之所以會通過 就是因為45天的 這個特別資金的一個預算案 但是裡面有個彈書 就叫做 援助烏克蘭的款項必須暫緩 就是沒有包含在內 接下來換取到的就是 美國政府不會停擺 但也很奇怪 拜登馬上來信心喊話 對澤倫斯基 我向美國的盟友 美國的人民 和烏克蘭人民保證 你們將繼續得到我們的支持 我們不會撤回 但現在是直擺在眼前 大局當前的時候 原污的款項 就是第一個被剔除在外 為什麼 因為他的資金龐大 而且是遠遠看不到一個盡頭的 帥將軍 這個議長被罷免 中間的恩怨很多 對 也有私人恩怨在裡面 共和黨的激進派對他不滿意 民主黨也有人不滿意 只要跑個三票就讓他可以下台 所以他下台是既定的 但是他的影響 你譬如說輪廁司機馬上急了 對 這個 你這個原住款不來 我還打得下去嗎 拜登也不希望俄烏戰爭停 要做出口頭保證 但是這個口頭保證有沒有效果 我覺得有問題 你等到下個禮拜 川普上台來接議長 川普非常反對你花那麼多錢 搞到烏克蘭內去 所以烏克蘭現在又要急了 對不對 因為川普這個變局太大了 因為能夠把共和黨整在一塊的 只有川普一個人 如果共和黨是團結的話 麥考斯基也不會下台 是的 所以這個問題 川普一上來 這個票數他可以數得很清楚 當初反麥考斯基的 都是他的核心幹部 對 他上來旗子是說讓你暫緩四十幾天 他一定要把你這個去掉 政府的預算通過 那等於拜登開出來的支票 都不會兌現 他會兌現拜登的支票嗎 所以我跟你講 現在真的睡不著的是輪車司機 因為拜登這一搞 那是一個大病 以前記者訪問他他都沒興趣 現在他一算太划算了 又找到一個舞台 又可以引起所有媒體的注意 而且他又影響到國際局勢 又影響到兒後大選 利益太多了 對不對 今天你要去花錢 去上媒體要花很多錢 他去當議長隨便飆兩句 對不對 而且他做得都漂亮 絕對都是新聞教育 國內的預算我讓你過 園外的我不讓他過 對 他理由很正當 美國外債已經欠這麼多了 美國的基礎建設也沒有錢 你拜登所有的支票都沒辦法達成 你還向國外傻錢 我上來 他不是以前講過 我上來我就可以制止俄乌戰爭 制止俄乌戰爭就是把你 烏克蘭的晶圓掐死了 你也不能派軍隊去擋在中間 當然把上頭的水源 經濟的源頭給你捏住了 你就自然就下台了 所以我看川普這一招下得真是漂亮 一時三鳥 對自己的選情有幫忙 對共和黨又產生不二法門的總統選舉人 還能選誰啊 第三個給老百姓做個Favor 你看我把這個錢省下來 政府可以繼續運作 不過將來你看拜登被我逼了 就要去蓋一個墨西哥的牆了吧 對不對 蓋牆是川普的主張 全世界都受不了難民 墨西哥一天要進來8000人 他怎麼受得了 所以拜登已經 follow我的政策在蓋牆 我將來這個運算省下來 我可以蓋更多的牆 所以這個東西 政客會算計的莫若是他 所以你知道嗎 還記得嗎 川普當時候的口號 讓美國Great again 再次偉大 這麼說就通了 有關於錢的部分 最好就是美國出一張嘴 然後其他人來花錢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真的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美國現在等於 錢就先卡在這邊了 但是以下來看 美國都好像Do something 但是他們都沒有花錢 首先歐盟開始緊張了 歐盟就提議了 我們像烏克蘭 我們要再提供價值 50億歐元的軍事援助 但歐盟這麼多國家 大家都點頭嗎 50億歐元的軍事援助 歐盟現在自己也是水深火熱 再來 北約的軍事委員會主席的 鮑爾上將直接告訴大家 西方彈藥庫已經見敵 甚至他還建議說 所以這些西方國家 你們要開始好不好 能夠造彈的 趕快動起來 因為現在數量不夠 他說我們開始把歐洲存貨拌滿 或者是更少的彈藥庫庫存 都送出去 而且他說 這些倉庫現在的庫存 根本就不夠 從這些話語當中 就可以感受到了 現在力挺的周邊國家 北約歐盟 自己彈藥庫也要空了 國庫也要空了 好 往下來看 美國做了什麼事 把這些從伊朗搜過來的彈藥 通通拿去送給烏克蘭 3月份的時候美國司法部宣布要尋求 之前沒收的 100萬發的伊朗製彈藥 數千發的火箭式推進榴彈 還有數千磅的火箭推進式榴彈的發射火藥 通通送到烏克蘭去 你看從別人那邊拿來的 然後叫其他人來付錢 美國現在自己預算卡在這邊 我補一句話 我記得一年以前在你的節目就講過 美國說發動俄務戰爭是消耗俄羅斯 那個時候我就講 俄羅斯在消耗你歐洲跟你美國 沒錯 很明顯 你們的火藥庫都空了 我美國 你們可以來跟我美國買 會不會是這樣 這個火藥會不會給澤登司機 我講一個例子 對不對 講一個事實 澤登司機這次參加 這個到紐約聯合國大會 他在那邊慷慨激昂發表演講 他老婆去幹嘛 他老婆去買精品 總共買了多少錢 111萬美金的精品 100多萬的精品 一個國家在打仗 第一夫人 111萬的精品 包括整個鑽石的手鍊 項鍊 祖母綠著 然後耳環 全部都鑽 通通通人不會質疑 他的錢從哪裡來 在紐約買 你想想看怎麼可能拿台幣去買 對不對 拿禮物 那你想想看說再加上他的副部長 八個副部長 還有從部長到副部長 全部都因為牽涉到參呼案 被澤登司機換教 結果他自己老婆也去買 111億萬的美金 你說讓烏克蘭在前線作戰這些官兵 心裡作何感想 你說讓歐洲這些支援他 把錢拿出來的作價 我拿這些錢給你 結果你老婆就大剌剌的在紐約那邊 買111萬美金的 現在這50億歐元 我覺得說不太可能 第一個波蘭就已經講明了他不給錢 原來最挺烏克蘭的波蘭 他已經講明說我不再提供武器給你了 之前答應的我繼續給你 但之後的我就不再給了 德國現在自己國內的經濟 也是狀況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認為歐洲還有可能提供51歐元嗎 美國提供這些款項 包含了好幾個項目 第一個就是給他這些公務員 軍人發薪水 當這些公務員跟薪水 拿不到薪水的時候 你想這些軍人會去打仗嗎 第二個 這個是武器 武器是比較具體的東西 第三個是人員的培訓 你不管是M1 A1 A2戰車的駕駛訓練 這都需要錢的 你請教練去教這些人 這些油料 保養都需要錢 所以等到他這些斷掉以後 他人員的訓練有問題 他薪水有問題 他武器裝備有問題 下面講說這些伊朗製的彈藥 你障礙之下好像很多 我跟各位講 一百萬發 一百萬發是什麼 可以用多久 紙彈 紙彈 我們專家軍就知道 我們最近還買一百萬發的 手榴彈 一百萬發紙彈是夠多少用的 我跟你講每一個單兵 就是出發之前身上帶著紙彈 五個彈匣 一個彈匣就帶 現在是30發 然後槍上一個彈匣 四個彈匣 就五個彈匣就30發 150發 每一個兵身上打 就光進行四個作戰就150發 那你一百萬發 你夠幾個兵 你還沒算過機槍一分鐘 打多少 機槍不要講 我講步槍兵而已 數千發火箭推進是榴彈 榴彈就是什麼 就是手榴彈 你現在乍看你不懂 APG 對 就是那種手榴彈 其實它那個 並不是說飛彈或武器 如果數千發的是火箭或飛彈 可能危機很大 另外更好笑的是第三樣 對不對 推進是榴彈的發射火藥 對 報告家瑩 那就是我們所謂 炮戰的發射包 火藥發射包 它不是炮戰 它是火藥發射包 就譬如說我要打30公里 我裝20磅的火藥進去 我如果說是打10公里的話 我只裝10磅 多著我就要把它燒掉 所以這只是發射的火藥 它並不會最急的形成爆炸力 所以這些東西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對一場小 可能一場小戰鬥就打完了 根本就不是說影響 會影響到整個戰局的東西 不懂的人看到 這數目好像很多 數千數百 數千磅其實沒有多少 可能只夠你打幾發炮戰的火藥 發射的火藥而已 所以我覺得說如果說 因為這一次美國 因為他眾議院院長改選 然後停止供應烏克蘭 事實上已經停止了 240億美元已經暫停了 你看他暫停供應給烏克蘭 這個國會還是沒有通過他的預算 所以45天以後 我覺得美國還是會關門 關門在影響 大家不要小看美國關門影響 會不會影響到台灣 我覺得也會影響到台灣 就是美國對台灣的軍援 會不會有影響 這東西就是第一個 就是直接對我們最大的影響 就是美國會不會有影響到我們軍援 我們大家不要在旁邊幸災樂禍 可能影響到我們 第二個就是在經濟上面 美元會不會他的美元繼續貶值 美元在平整繼續下降 他也會從AA對不對 已經降頻為AA Plus 然後會不會因為這次 他這個政府預算過不了 再繼續被降頻 那你說對我們台灣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不管是在經濟 或者是對我們軍事的援助 或者是各方面那樣 其實對我們來講都會有影響 大家不要小看這次的風暴 這次的風暴雖然說遠在華盛頓 但是對我們台灣 我覺得另外說川普 他要當議長可能還有問題 因為他有一條規定 他是可以當議長 沒錯 他不是議員 但是可以當議長 可是你不能有重罪 他現在有90幾條的重罪在身上 可不可以過得了 其實還有很多的爭端 我覺得美國這場戲 可以看得出來 他的民主已經墮落了 已經敗壞了 尤其俄屋戰爭馬上秋天過完 要進入冬天了 下個禮拜就要寒露了 再來馬上就要入冬了 所以戰爭又要陷入 焦灼的一個狀態 美國這樣子 他自己政府的預算都搞不定 等於是告訴烏克蘭 我精神與你同在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歐盟這邊北約看完了 自己彈藥褲也沒 來 德國 德國自己也是 從他們政府上台之後 也是一個滿自相矛盾的 一個政府 我們先來看一下 德國的聯邦意願的 國防委員會主席 齊莫爾他就有認為 德國政府應該向烏克蘭 轉讓金牛做飛彈 他的認為是 烏克蘭有權攻擊俄羅斯 境內目標 你知道嗎 現在大家都在想B戰了 你萬萬想不到吧 德國還會有 這麼樣的一個鼓戰派 他認為烏克蘭有權攻擊 俄羅斯境內的目標 俄羅斯也不用現任總統發言 前任梅德韋傑夫 他直接告訴德國 你如果敢的話 金牛做飛彈攻擊俄羅斯 俄羅斯將根據國際法 對製造這些飛彈的 德國工廠進行攻擊 金牛做巡弋飛彈的小檔案 來告訴大家 射程500公里 他巡航時間大概是 巡航的時速0.8到0.9馬赫的 涡扇發動機 他可以攜帶481公斤的 縱效穿透的爆炸彈 飛行的過程 他是可以自動修改航路的 他的彈頭可以貫穿6尺厚的 強化混凝土 這個我先要講 大家以為可能認為說 這個世界好像就是 一個國家的領袖 決定要打仗就打仗 其實沒有這麼簡單 因為現在所有一個叫做認知戰 認知戰裡面有一個東西 叫做法律戰 聯合國有一個規定 任何一個國家 對另外一個國家發動戰爭 如果不是經過聯合國同意的 那個國家就叫做發動戰爭罪 像上一次 美國不是要打伊拉克 你要知道他們要想進方 其實美國這麼強大 美國總統說打了不就打了嗎 他為什麼要搞一個洗衣粉 好像讓 事後回想起來很悲戀 因為他第一個要先通過國會 因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出兵 不是一個小的 小的一個戰鬥 這是一個 第二個 你去看 他在聯合國裡面 不斷的要求大家 最後聯合國通過了 所以最後打伊拉克的 那個叫做聯合部隊 當然最大的是美國 但是有好多國家去 這就叫做一個叫做戰爭罪 如果你這個叫做發動了戰爭罪 犯了戰爭罪 聯合國可以來制裁你 好 接著你來看俄烏 俄羅斯打烏克蘭是不是戰爭罪 是戰爭罪 同樣的情況 你們怎麼現在聯合國 不去打俄羅斯呢 因為打不動 他太強大了 還有你有核彈 你請問我怎麼樣 所以我告訴你這個世界 國的勢力不是形同虛設了嗎 就是當他打得贏的時候 他就有爭議感了 爭議永遠跟力量站在一起 當他打不贏的時候 對不起 我們就是聲援 這是一個我在想一下 剛剛那個 我看那個彈藥源這麼多 我覺得實在是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烏克蘭人民好可憐 各位想一想 如果這個彈藥是援助我們台灣的 如果我們現在在戰爭狀態 援助我們台灣的 你會很高興嗎 我想我心裡在滴血 這些人到底抱什麼心態 來希望我們台灣做什麼事情 這些都不是很有力量的武器 都是一個近戰的 我天啊 那都是要搏命的 你知道嗎 這些都安得是一個 真的很糟糕的心 那我現在其實 我講像美國這次要選總統 一個拜登 另外一個看起來是川普 如果我是美國人我告訴你 雖然川普這麼邪惡 可是我後來瞭解了 川普的這些想法以後 我一定投川普 你看像我這樣我都川普 你別以為自己 川普都是無理的人 所以我預判 川普在這一次可能會贏 為什麼你知道嗎 川普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想法都是我們美國 我才不在這個世界打仗了 那意思你看那個 他們國王部長寫的 那個回憶錄一出七八裡面 川普從頭到尾就要把在美國 在外地的軍隊給他調回來 他那個真是一點都不講道理的 你看他就調回來 你看他還不斷的跟國防部講 那個軍隊回來啦 幾萬人回來 然後那個國王部長跟他講 都多困難啊 這些人家眷什麼 我們又回來還要安排什麼 你就從那本書裡面 你看一清二楚 川普對這個世界是一概不理的 其實大部分的美國人 也是希望這樣 因為美國在全球化之下 你知道大部分的人 其實是在受全球化的傷害 就是我們在付出 我們花那麼多的錢 你看他就因為花那麼多 結果裝備這麼老舊為什麼 搞在全世界 所以川普我不騙你 包含中間全民都會支持他 我們美國幹嘛搞得這麼大 我們搞好自己 大家都幸福快樂 我覺得這是一個川普的政策 所以我支持川普 如果川普當選 台海會比較穩定 絕對比拜登的樣子要穩定 是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說是 以現在的俄羅斯來說 我也希望 順暢君可不可以幫我們補充一下 這個金牛座的巡弋飛彈 為什麼突然間 這個德國提到這個金牛座的飛彈 對俄羅斯來說是威脅很大的嗎 當然 這個當然 說威脅當然是有 但是也不是說沒辦法攔截 因為它這個0.8馬赫 俄羅斯的紅旗300跟400 很容易把它攔下來 但是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任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每一個桑馬後面都有一句情緒 但它不長 但它短短的 但是我覺得它很touch到每個人的心 它就是很單純很純粹 我超可愛 記得給自己多一點肯定 你真的超可愛 這是一個很挑釁的說法 這個變成德國是神經分裂的一個國家 一邊不想打 右邊又要打 這個尤其是德國議會的國防會議主席 我相信這個人是一點軍事背景都沒有 他不曉得這個 也對國際法不了解 你今天提供這個武器 人家就有權來工具你的生產工廠 甚至給你宣戰 所以這個連美國都不願意正式出兵 德國來攬這個事幹什麼 今天德國哪有資格攬這個事 它的經濟成長率已經是負的 不是正的 德國以前是歐洲的經濟大國王 就被這幾個三角貓搞垮了 當年梅克爾在的時候 德國跟法國兩個是一字並肩亡 在歐洲來講兩個說話低洞三搖的 怎麼碰到這三個貨 一個蕭茲 一個歐盟的那個 歐盟的聯邦主席那個女的 再加上這麼一個貨社 有綠黨的 有民主黨的 根本就拿不出一個國家正式的主張 他的經濟部門也跑到中國大陸去談 不脫鉤 又在那裡拼命設廠 所以我講他這個國家 神經分裂一點都不假 要5G 不要5G 要華為 不要華為 對啊 那你這樣搞 俄羅斯對你德國會有好臉色 對不對 他們本來就是聯合政府 每個黨有每個黨的相關 聯合政府也沒這樣子玩的 聯合政府你可以在政府之內 有不同的意見 但你的外交部跟國防部 就不可能反映你聯合政府 你將來台灣變成聯合政府的時候 可以賴清德的代表在那裡講話 好有儀的代表在那裡講 不可以的 聯合政府是在國內 他是內閣裡面做出一個主張 但是執行的外交部 經濟部 國防部 還是採用一個標準 一套主張 所以我講 德國現在滿悲哀的 從當年的社會地位到現在 淪落到這個樣子 對的確我們從這幾年看來 德國的包含在歐洲的影響力 他們的經濟的確都是往下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 你真的把普丁當塑膠嗎 你知道俄羅斯現在已經 普丁前一天又說了 不排除恢復核適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普丁他對他自己國內也要有交代 然後俄羅斯他現在已經 成功的測試了 這個叫做海燕式的動力 核動力巡弋飛彈 海燕核動力隱形導彈的小檔案 最厲害的就是 他可以在空中飛很久 然後你不知道他在哪裡 這個文宣上是這樣說的 射程可以達數千英里甚至無限 他的武器就厲害了 因為他搭載的是 小型的核反應爐 他的威力可以克制 現存所有的飛彈防禦系統 這是俄羅斯 目前研發中最新的武器 雖然說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服役 但是的確 它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威脅 因為據專家分析 這種飛彈 可以在空中飛好幾天 你難以偵測它的軌道 然後它把彈頭投向哪裡 你或許也捉摸不到 李將軍 俄羅斯發明這種飛彈 真的是匪夷所思 這是大怪物一個 我先講一下 俄羅斯他的這種戰略 國家安全的戰略觀念 他認為他有核子武器來講的話 他就可以減少 他常規部隊的戰力 他可以在這方面節省兵力 所以在俄乌戰爭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他都是一些 營級的部隊 他沒有師 沒有軍團級的部隊 所以他只有幾個這個都是 等於說我們來講 台灣來講 叫做聯兵營的部隊 因為他認為 他說我只要有核子武器來講的話 你沒有一個國家敢動我 所以他積極的發展 他的核子武器 在潛艦方面我們知道 其實俄羅斯海面的潛艦 他戰力不強 我們看到他這個潛艦 目前來講已經 不管是瓦良哥號這些 或者是航空母艦 幾乎都已經沒落了 甚至於他的最大的 莫斯科號也都被擊沉了 可是他的潛艦 你不要看 他的核武的潛艦 是非常厲害的 隱藏在全世界各地 所以俄羅斯他的觀念 他就是發展核武 現在來講的話 他海裡面已經有了 叫波塞東魚雷 那也是一個很奇怪的 也是一種很可怕一個 徹底毀滅的武器 可以躺在海底很久了 他這也是核動力的 所以我相信他做得出來 因為波塞東也是核動力 他可以在水裡面 跑生日好幾個月 你不曉得他要打哪裡 他可能打到美國的東岸 西岸都有可能 他可以跑好幾個月 他核動力 陸地來講的話 我們知道他現在最大的殺技 已經成軍服役了 叫薩爾瑪特飛彈 對不對 魔鬼 魔鬼的那種飛彈 一次可以再啟發彈頭的 也是那種大殺技 可以保證毀滅一個國家 一個飛彈傷害 就保證毀滅一個國家 結果我沒有想到 他現在在空中來講 他搞一個海燕核動力巡迷飛彈 這真的是很可怕的東西 他這種核動力 可以在天上飛好幾個月 你不曉得他打哪裡 而且聽說他是巡迷飛彈 他不是空中彈道飛彈 照相飛彈是拋物線 你還可以有機會發現到他 攔截到他 他這種巡迷飛彈 只離地面大概10公尺左右 5到10公尺 他就貼著地面飛來飛去 全世界各地繞來繞去 在山谷裡面飛來飛去 你看不到他 你不曉得他飛到哪裡 你也不見得看得到他 因為他貼著地面很近 你在海上 你看到可能只是以為是波浪 他就在海上飛 他說陸地裡面 他在山谷裡面給你鑽 但是一搞好幾個月 你不曉得他打哪個國家 打哪個地方你不知道 在這種狀況下我覺得說 對核武來講的話 對全世界來講說 都是一種很可怕的一個大殺技 普京已經發明了這種武器 如果說這種東西發展出來的話 我想對美國來講 是很大很大一個威脅 另外普京他也講了 他說你美國 你現在來講取消這種核武的限制 對不對 你要取消的話 我現在就可以做核武的這種 誓報 我就不影響 我們當初我們簽的約 你是你川普 實在你把他取消掉了 現在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 做這核武四報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的話 我覺得美國來講 你要不要去招惹這種 你在這個傳統的武器上面 就像我們剛剛前面講 你不管是金牛座的這種巡域飛戰 或者俄國支援 他的風暴型的飛戰 你這種傳統武器 俄羅斯可能不見得掌得住 可能會消耗到他的戰力 可是他後面有這種大殺技在這邊的話 你一出來的話 你一個國家就沒了 現在來講 可能美國要擔心的是這種 就是說你要不要在 傳統戰術上面讓步俄羅斯 還是說你要繼續跟他硬槓到底 我記得普京一開始開戰的時候 講的一句話 他說他不會都用核子武器 除非到他國家 如果全世界都滅亡了對不對 如果俄羅斯都滅亡了 要全世界幹什麼 也就是說當你威脅到 俄羅斯安全的時候 我就不惜把全世界都毀掉 我覺得他有這種底氣 講這種話 也是歐美這些國家 北約這些國家 自己要時刻警惕的 他到底會不會用 普京這個狂人 很難講他要最後關頭 你如果把他逼急 他狗急跳牆 他用這種武器來講的話 可能全世界來講 就走向世界末日 剛剛李將軍講到了 這麼多恐怖的 而且是非常致命性的絕命武器 你會看到 俄羅斯最近幾個月都在亮牌 而且他亮出來的都是鬼牌 但是他都還沒有使用 所以就是告訴大家了 俄羅斯備而不用 給這些西方國家看 建長 所有的這些東西的 大家觀眾去想一個東西 就是毛與盾 像俄羅斯的這些東西都是毛 那個盾就是防衛雷達 項鍊雷達大概是這個樣子 目前人類的技術 毛遠遠超過盾 所以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 他都應該去想的是 我怎麼樣加強我的防衛 因為如果有人來攻擊你 我可以告訴你 你現在不管什麼武器的 攻擊能力 你都很難把它防下來 那我舉一個例子 大家想說烏克蘭好厲害 你看他們那裡有這麼多東西 攔截下來對不對 今年8月15號 就是上個月8月15號 烏克蘭的空軍發言人 他在烏克蘭的電視台的直播 記者問他的時候 他說了底下這句話 大家聽好 我們攔截不了一枚二國的飛彈 對 我記得 他這個東西講出來 他是官方的空軍發言人 你認為他是打擊士氣嗎 不是 我跟你講他講的是大實話 事實上現在 防就是一個很困難的東西 如果一個國家很注重這個毛 像俄羅斯 我可以告訴你 他的基本思想就是侵略 台灣你看我們非常注重防 建了一大堆的東西 台灣的國防基本思想是滋味 你就從這些東西 你可以分得出來 所以俄羅斯坦白講 他現在的攻擊力 已經很厲害了 隨便一個飛彈打幾千公里的 什麼東西 你還搞各種東西幹什麼 浪費錢 你看他們打烏克蘭 人家沒有攔下來一顆 所以我的建議 俄羅斯應該去改變一下 不要再去搞這麼多 大殺技已經很多了 對 感覺他還有更多秘密武器 都還沒有亮牌 好 接下來我們下一張 我們來看一下 最近又有新的了 解放軍 殲35已經很神秘了 就是艦載機版的 但是現在據說又出現了 大家在猜 會不會是陸基版的呢 最新的殲35 原型機改裝過照片流出 首先我們來看 這是之前我們看過的 據說這個是新的 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呢 從他的機翼來看 他的機翼比原本的小 因為艦載機的推力要夠 還有因為他要比較低的降落 甲板的關係 他的機翼可能會比較大 現在說這個新款的機翼比較小 所以大家在猜 是新型號嗎 是陸基版本嗎 再來就是水平尾翼的部分 他非切入機翼後方 孫陽君 你怎麼看呢 當然 這個飛機是經過研究製造 製造完了再來修正 因為就氣動力學來講 他發現這個 可以獲得其他的好處 你記不記得以前我們 最快的攔截機F1動式 他的雞翼膀就很小 雞翼膀小 它阻力也小 只要它的推力夠 它就可以達到同樣的速度 攻擊的能量還會增加 所以這個35C 我上次也講過 解放軍的這個武器研發是小部 他不會說一次生產很多 他做出來以後 他發現還可以改進 他就停止再往後面去研發 所以殲35他這個 還沒有完全正式編入部隊的服務 他中間要改 你看解放軍很多飛機叫做ABC 對 A型的B型的C型 他這個可能還在做 更精進的上面去做 所以很多專家也都在看 這個很有可能是殲35原型機的 改進版本 立將軍你怎麼看 我先說明一下 它這個確實是陸基型的 為什麼 從翅膀來看 為什麼呢 我們看 我想說有部電影大家都看過 就是湯姆庫魯斯演的那種 Top Gun 對不對 你看它最早的時候是飛的 是F14 F14有一個特點 它翅膀可以分開來 可以收起來 對不對 它要起飛或降落的時候 翅膀是張開來的 當它到高空要加速的時候 它翅膀就收起來 也就是說 它的艦載要降落的時候 它要比較大的浮力 要比較多的空氣來支撐它 它飛得比較慢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它翅膀就必須要大 因為你要對準 航空母艦要降落的時候 其實你必須要飛慢一點 你才能夠降落 才能夠降落得準 你如果飛太快的話 你就衝出跑道 所以入機來講 就比較沒有這種顧慮了 它就可以小一點 另外一個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確實是 應該是入機版沒錯 第二個 它入機已經有1020了 它為什麼 入機還要再發展這個1035 我覺得有可能是外銷的 這種版本 對不對 就是它之後它可以外銷 其實解放軍來講 它研發一代 它製造一代 再研發一代 它可能新型的 所以我們講 艦輪26前一陣子在討論了 可是已經開始在研發 所以它1035來講的話 遷空26聽說也是隱身版的 所以它又可以坐更大的飛機 來講的話 它這種飛機來講 我就可以外銷了 我就不是很重要的軍事機率 而且遷20來講的話 比遷35它的再戰量要更大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覺得它做外銷的可能性很大 就跟美國來講 它F35它也不在乎賣給別的國家 然後現在來講 F35跟F35在彼此在國際上的 一個競爭力來講的話 可能牽涉到它的後續的保養 維修 還有費用 CP值 可能都會包括在裡面 會不會贏過F35 對有一些中東國家來講的話 他搞不好他覺得說他買 就像是土耳其 土耳其原來美國就要賣給他F35 後來不賣了 結果還好因貨等福 幸好沒有買F35 怎樣我講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會不會像中東 沙烏基阿拉伯 這些國家 他們這些大金主有錢的國家 要買F35 可以考慮殲35 你美國 你那個F35對我來講 你不賣給我沒關係 我可以買美國的 中國的殲35 所以我覺得這個版本有可能是 它新型的 第一個是陸基板 第二個是有可能 它是準備做海外外銷的 可能性很大 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我想不管對省飛或乘飛 這幾家公司來講 它已經是上市公司了 對不對 有更多的經費來講 它就可以有更多的經費來做 新一代戰爭 新一代的武器或飛機的 一種研發的一個工作 所以說美軍投大了 是真的投大了 因為包含了 應該說美國投大了 因為包含了在這個軍武市場 又多了一位強敵 勁敵 現在解放軍有很多的武器 都在做外銷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這是來自 美國的軍事雜誌的一份分析 這是在美國的 我來看一下 軍事戰略雜誌 軍事觀察雜誌做了一個分析 它認為解放軍的戰機很強沒錯 但是最大的威脅是什麼 是戰機結合空警機 我們來看一下 空警500預警機的機隊 成為世界第二大 它厲害的地方 它被稱之為空天中軍戰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它在空中 它等於就是一個空中的 指揮戰嗎 我們來看它的一些小資料 對空探測的距離 可以達到470公里 它可以同時做偵測 然後它可以追蹤上百個空中的目標 另外它可以從很遠的距離 識別隱身的目標 也就是說接下來 如果這個空警500 搭配戰機殲20或殲16D 它就可以壓制敵方雷達跟通訊系統 架構新殺傷鏈 因為就是據說 如果這樣子一結合的話 敵機攔截跟擊落數量的比率 成功率會大幅的增加 艦長 首先我說像這個東西 它的基本的定位 矛跟盾的定位 它叫做盾 這就是盾 那我對空軍 就是我不是空軍 然後我就聽很多空軍講這樣 我對空軍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我那時候聽說 居然是這樣 是什麼你知道 他跟我講一個 沒有空管就沒有空戰 以前Tom Cruise那種 這樣那是二戰 現在因為都看得太遠 雷達一打好比說100公里 100公里外的空中目標 你怎麼可能看得到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地面的人 空管他 他這裡有個很大的螢幕 我們的自己的友機在這 底機在這 他會跟他講 就可能就是資料鏈傳給他 就這樣去打他了 就是他在很遠 470公里外的時候 你就已經知道他在哪 這是傳統的是陸地 可是陸地在那裡 是不是空管 戰機中心是不動的 現在非常打過來 那個還有傳遞的威力很大 把他打掉怎麼辦 作為飛行員 我們必須要以最嚴格的標準來要求 這份職業 只有心懷責任 才能走得更遠 駐外期間下海進行高危活動 對工作缺乏嚴謹的態度 對你做出停的一周的處理 你不就是怕 我給你帶來麻煩嗎 你是我的學員 我對你負有責任 我不用你對我負責 如果我不同意他改變飛行 他就不會出事 我最近發現 你有一點點可愛 10月10日晚上11點 中天娛樂台降風而行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抽獎拿好康 小七咖啡很多人都有抽到 下一個幸運者可能就是你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門票一張 位在基隆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最棒的親子一日遊 室內景點 快來試試首期喔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參加抽獎 新北水岸河濱自行車租借優惠券 平日租借只要5折 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參加抽獎 就有機會5折暢遊 新北水岸 宜蘭蘇澳立獎衝浪體驗優惠券 你有玩過立獎嗎 沒有的話 今年夏天不妨趕快體驗一下 快來抽9折券 旺幣最高一次抽到300枚旺幣 累積足額可以換快點購折價券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後 輸入推薦代碼 任選一個賬號註冊 填寫完資料 來到中天復古樂園戳戳戳戳 上面5項大獎項等你抽 趕快來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抽獎拿好康 第二個就靠這個 在空中飛 在空中飛 指揮戰到處飛 那你要把它打掉啊 所以它的就是一種作為空中指揮 因為如果陸地的被打掉 要靠它指揮 如果它也沒有 飛機飛上去基本上一個迴轉 所有目標都一切重來 那個是基本上沒有辦法作戰 那它到底厲不厲害 我覺得你有時候 去判斷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不必太了解它的細的東西 你從一些就基本的東西去看 就現在它的能力 像這種東西的能力 項列雷達 中國大陸項列雷達現在是1等1的 數位像公正雷達 大概是全世界最厲害的 第二個就是它的電子分析能力 電子分析除了之外 就是運算的速度 以前的電腦好大 現在電腦一點點速度又快 所以現在建造 一定比以前要好很多 IR AI 什麼都會好很多 我們空中500是什麼時候 開始服役的 2015年 7 8年前 很新 然後它這個東西服役以後 你再去觀察它一樣指標 你就知道它好不好 它有沒有量產 它量產了多少 在這個量產的過程中 它有沒有換一個型號 如果它一直持續的 同一個型號量產越來越多 就代表使用的人 對這個東西是非常之滿意 很成熟 現在空井500 目前從8年前開始 到現在它已經生產了36架 還在繼續量產之中 這就是一個空中的移動的 空戰的指揮中心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美國有沒有這種飛機 有 可是它生產的時間 可能是1998年 好久以前 那個時候的各種能力 都沒有現在這麼好 所以空井500 可能是真的在空戰的時候 你想要把它 空軍作戰能力摧毀的時候 除了打它的叫做戰鬥機之外 你還要打它指揮中心 它同時只要一個10個 在中間後面這樣子走動 你幾乎就對它莫可奈何 所以美國雜誌裡面就分析 他說就像剛剛艦長講到的 沒錯 美國有沒有 當然有 但美國機隊 現役主要的預警機是E3A 已經是用很久 而且很多功能 都已經比不上這種新款了 再來我看到一個新聞的標題 真的是太可愛了 他說空井500 完全使用中國星 同時追蹤100個目標 美軍說強大到讓人討厭 太強了 他據說從力頂到完成 花了三年的時間 完全是中國星 還有剛才講到的雷達的部分 他用的是數位相控陣雷達的技術 所以有沒有可能以後真的 就是空中的眼睛看得更遠了 將軍 當然這個一般戰鬥機跟戰轟機的雷達沒有那麼 涵蓋面沒有那麼大 探測的距離也比較近 他如果用這種空警 500預警機的話 很早就能夠了解敵機的動態 或者敵人水面上的一個動態 這個時候空中指揮所就可以有作戰計畫出來了 因為遠在很遠的地方 敵人的空軍的活動 航母的活動 你在本土是沒有辦法掌握的 到了空中的時候 你帶來的飛機 就可以估量 我需要多批攻擊還是一次飽和攻擊 還是分批攻擊或者分梯次攻擊 這個時候作戰計畫就要在預警機裡面完成 第二個完成以後還要分配任務 誰誰誰帶多少飛機去幹什麼事 是組員還是打點還是佔領高空佔領低空 空軍打戰有什麼高高配高低配很多配 那這些東西都是預警機 預警機裡面就擔任了一個戰場的一個指揮 所以這個是滿重要的 這個打群架也要有一個指揮的 你不能打爛仗一横而上 自己飛機也發生問題 這裡面還計算到航程 油料 彈藥很多問題 所以一個預警機就把填上這幾十架飛機 上百架飛機 組成一個非常有戰鬥力的攻擊波 這一波打下去它的戰果會很豐碩 要不然你飛機多你在地面上又 衛星看的又是遠遠的 你沒有辦法做這個指揮 空軍我們從九流飛彈維基這裡面 我們就發現戰管是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個飛機的進退完全聽戰管 所以戰管要有一個好預警機 這個仗就打得比較順利 所以預警機是個重要的東西 而不是大家看了眼睛都喜歡看 前二十 前十六 看戰鬥機 看戰鬥機 骨子裡面 這個指揮機是很重要的 現在很多人就在看 如果說是殲20 然後搭配空警500 美國有一位將軍 一位上將叫做威爾斯巴赫 他就說F-35跟中國殲20戰機 在東海如果近距離接觸的話 他透露過再近距離接觸 他說殲20 他看到的殲20 是展現了專業的飛行能力 尤其是他稱讚中國的 頂級飛行員的技能 所以他也提及到了 未來在殺傷鏈當中 就是空警500 看得更遠 發揮更多的重要功能 立彰君你要補充嗎 你再看一下這470公里 它代表什麼含義 它是不是一飛起來 就已經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它就看到470公里 可是美軍現在的 空對空飛戰AIM12重 射程120公里 也就是說我470公里 我就看到你了 可是你又飛起來 你打不到我 我這時候我就可以幹嘛 就是空警500 類似那種就是千一眼 對不對 我很遠就看到你 殲16機是什麼 它是戳瞎你的眼睛 它殲16機 它是電站機 它去干擾你的電子設備 對 我把你這個 不管是F30或幹嘛 我把你雷達干擾掉 就戳瞎你 一個我看得到你 第二個我去戳瞎你 第三個 這個殲20就 我看得到你 你看不到我 殲20就代表那種淫污者 隱身跑到你旁邊去 對不對 飛鏢就放出去了 對 我覺得 殲20所帶的這種 P15的飛彈 它號稱射程可以200公里 你想想看 這三種飛機 是不是搭配起來 一個就是看得到你 你根本就打不到我的距離 我就已經很清楚的看到你 我新的雷達技術 我用新的這種原料 原件 或者是化學東西 所做得出來的雷達 可以看得更遠 甚至於你隱身戰機 我都有可能看得到 在你打我之前我就看到你 第二個就是說 我不然可以看得到你 我還有殲16機 可以去戳瞎你 把你不管是耳朵 或者是眼睛 把你電子干擾掉 讓你影響到你 第三個 我有那種隱污者 隱身戰機1,20過去 所以這三個搭配起來 其實武器很大 所以美國很頭痛 為什麼頭痛在這邊 因為空井500它現在 它為什麼空井500的探測距離 可以比E3A要遠 因為它用的原料不一樣 一個是 那時候是美軍E3的時候 E3這種偵察機 預警機的時候 它用的還是昆花加的這種 就是元素 它沒有這個 我現在用氮化加 就氮化加是這兩年 才有的這種元素原料 它的放大功率會更大 用在它那麼大一個雷達盤 上面來講的話 它當然可以看得更遠 不然看得更遠 它可以同時追蹤 還可以鎖近上百個目標 它不但可以用殲20來打 它可以用無人機來打 A秒就是它的瞄準敵機來講的話 它如果說是它去用彩虹5 或彩虹4這種無人機來講的話 它可以用飛彈對它來實施攻擊 所以我覺得這對解放軍來講 它空中戰力提升效果 確實是很大的 是讓美國很投衝的一種武器 雖然說研發得比較晚 但是你以前有的缺點 我全部改進 然後好的性能我全部提升 空警500是以中國大陸的運久 為載機的預警機型 它提到它用到的雷達厲害 世界領先的數位 項控陣列雷達 那包含了它的重量 還有雷達天線的口徑 都大幅的下降 但是它在蒐集情報 還有抗干擾的功能是提升的 建長要幫我們補充嗎 我剛剛是聽到立將軍講 說讓我想到一個事情 因為立將軍講的好幾個 就是攻擊的這個距離 像我前一陣子 我們不是採買了那個IRST的空軍 對 F16 F16的IRST 大家都說這個裝的時候 紅外線偵測 因為它是紅外線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逆中的殲20 所以我看到國內好多人這樣講 很興奮 我告訴你 所有東西你先要去看它的距離 那個IRST這個東西距離是很近的 那我查資料 完全空氣 就是晴朗的天氣 沒有任何水氣的話 它最多能看70公里 那算很遠的 70公里算不得了的 紅外線受大氣影響很大 完全電影像70 接著你看殲20 殲20的雷達 那個飛彈大概可以打到120到150 它能打這麼遠 它一定能夠看更遠 然後這個看得更遠 可能在兩三百以上 也因此 今天我們同樣這兩個飛機 在空中遭遇的時候 你期望F16上面裝的那個紅外線 增收夾去看到它 人家已經在好遠好遠就看到它了 然後我都打到全球 能夠打那麼遠 所以基本上買那個東西 我們花了150億 是浪費 根本不需要 就有一點好像是 現在還買不到 對 現在買不到 就有點好像 尤其因為它自己的武器上面 它現在中國對它實施 假跟者的管制 假者的管制 他用沒用買不到 沒錯 而且 自己用不了還賣給你台灣 因為知識還不夠 還賣給你台灣 有什麼可能 賣最好 到底實不實用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大陸還有一些武器 是相當神秘的 其實它不是最近曝光的 叫做東風100的 超音速巡航導彈 但是你們會發現 我們常常講到東風快遞 東風家族 很少提到東風100 我們請帥將軍來幫我們補充 那東風100 什麼時候出現過 2017年 當時有解放軍建軍 90週年閱兵儀式上 最近期是 2019年的 十一國慶大閱兵的時候 都有亮相過 那東風100到底是什麼 它使用的是超燃衝壓發動機 飛行高度又來了 又只有數十米 它的彈體有雷達隱身的設計 末端的速度 可以達到司馬赫 突防能力很強 然後它的射程 2000公里 可以覆蓋第一島鏈 它有紅外雷達光學 多種的引導方式 據說它的抗干擾的能力 也是非常的強的 打擊精度5米內 包括帥將軍 我跟報告一個就是 我的專業是 就是這個 你知道 那帥將軍是戰略 這個我講戰術的 就是它技術的部分 完畢 帥將軍從戰略的角度去分區 我覺得帥將軍是一個 很大的大的戰略 這個東西我一看完之後 因為我在海軍的專業 就是戰鬥系統 我一看完就是 好不說高度數十米 它的雷達引擎設計 四馬赫 這個東西你算完以後 就它的高度 如果只有20米在飛的話 如果雷達的高度也是20米 它的按照地球曲線 它大概在16公里外 可以偵測得到 然後16公里外 偵測到 以四馬赫的速度飛的話 12秒 就是說如果 它一冒出的那一瞬間 你就看到了 打到你是12秒鐘 非常短暫的時間 那在這麼短暫的時間 你要做什麼呢 第一 你要看到它 我說的看到它就是 它是逆中刃子 那你不見得看得到 好 就算你立刻看到 你要去 現在開始建立追蹤指令武器 然後飛彈彈架轉過去 然後點火發射 然後對它打 來不及反應 總共12秒 幾乎很難 所以現在的這個盾是非常困難 所以現在的盾你知道 像這種東西都是靠什麼 你知道 大家注意看這個圖 這個圖是方針炮 我們叫做進破系統的火炮 對不對 它是不是前面有一個六管的 可以發射非常快速 然後它打出去不是一個點 是一個好像說 蜂窩型這樣 這樣它打的是有一個區間的 對的內打 你記住 所有這類的武器 一定叫做進破系統 就是什麼 你看上面的那個白的雷達 它的雷達就在它這裡 然後它的右邊 是不是有兩個小的套筒 一個是很外線 一個可能是 好不說expand 或是別的什麼東西 你知道這幾樣東西 要結合在一起 當這個飛彈來的時候 它看到什麼就打什麼 它根本完全不去計算彈道 那如果說今天有一個目標 從橫越過去的話 你打這個目標 要打它的前置量 那這種就打不到 它只能對著自己來 所以這種所有的武器 都叫做點防禦 點就是我只保護我自己 這個不能防衛別人 這是一個 除了這個炮之外 現在也有所謂的 點防禦的飛彈 你看這個也是 拉近了之後 它旁邊是一樣的 統統都貼在一起 雷達 紅外線 然後它一管一管的進程的 那個叫做什麼飛彈 它同樣的是 它只能 就是說擊落 對著它過來的這個 這就是所謂的點防禦 也是這個飛彈基本上 打任何一個目標 就是我說這個 中國大陸這個東風100 幾乎都沒有防衛的能力 只能靠最後這一個 或是暖殺 暖殺就是電子戰 干擾 不要讓它過來 中東第一次 以色列跟阿拉伯 第一次打的時候 他們發射了兩枚 那個叫做什麼飛彈 什麼飛彈 打中了一艘 以色列的巡防艦打沉了 回來隔了幾年之後 第二次又打的時候 他們發射了50多枚的 這個明核飛彈 一發都沒中 為什麼 電戰 防禦系統出來了 電戰 電戰 就是電子戰的干擾 它弄什麼的 所以未來的所有這種防衛 軍艦的這種防衛 第一 你電戰要能夠很厲害 但是你電戰不見得是很厲害 你不知道你有沒有效 知道作戰 那個失敗的時候 就是自己被擊中了 那就死掉了 第二個就是硬殺 硬殺只能靠我說的 剛剛這兩樣東西 但是大部分航行的時候 這個東西不會開 而且他不聽船上指揮的 他要打就打了 他做立即反應的 所以任何一個東西 好不說一個直針機 我們的友機 對著我飛過來 他看到他會把他打下來 我們成功艦就打落一架 對 目前我們這個叫做什麼 全世界 方正砲 擊落的友軍 遠遠超過擊落的敵軍 太危險了 就他沒有辦法分辨就對了 對我有威脅的 我通通打下來這樣子 你們還已經幹了事 就是我當副長的時候 所以像這種東風 東風100 第一 他又快 第二 他又準 第三 你很難攔 將軍 我跟你請教 因為陸媒曾經 這份報導裡面有這樣 當然這個比喻雖然比較誇張 但是我們可以比較有想像力 他說這個精度到達 米級以下的巡航導彈 可以直接打進總統府辦公室的窗戶內 他的意思就是 精度可以達到這麼準 真的是這樣嗎 對 因為他又那麼遠 精度高 他就可以在這個導引系統裡面輸入他目標的樣子 就是你從這窗口打 他就從窗口打進去 這個飛機 這種飛彈代表什麼意思呢 衛星裡面找到你 關島來了一個航母戰鬥群七八條 對不對 他就給你弄個幾十發東風四十一 就把你簽滅在水上 就沒有像以前還要派的艦隊出去什麼什麼 對 跟你一打一的 他是2000公里 2000公里他在陸基的這個飛彈就可以自海了 你知道吧 就是說你來兩個航母戰鬥群他也是一樣照打 所以這個東西像以前來講還要派飛機 派船艦出去再去迎戰 他在戰略上 他已經是對大型船團造成一個 絕對優勢的一個攻擊 所以這個東西太滑得來了 所以萬一這個美國還在迷信用航母帶著大型的登陸艦支來這邊做軍援的話 這個飛彈真好吃得你實實 因為他的導引系統有很多 紅外線導引 雷達導引 光學導引 光學導引就等於是照相 就變成 干擾不了 因為我看你的 你不可能生一個照片出來 對啊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說你他又抗干擾很新 所以這種對大型的船團 他不是打一個小目標 對一個大型船團做一次飽和攻擊的結束 對 所以他這種叫做什麼 真的是最神秘的 他叫做防不勝防 好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喜歡我們前進戰略高地嗎 好朋友們 我們戰粉們 記得要幫我們按讚應援 然後頻道幫我們免費動動手指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也歡迎大家繼續的Donate我們的節目 給我們更長遠的支持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了 很多人會把F35拿來跟JN20PK 來進入今天的重頭戲 F35已經成為全世界最貴武器 到底有多貴呢 最可怕的就是它原本已經很貴 然後因為很多的問題 原物料等等的 還有材料的關係 一直在漲價 美國五角大廈來最新的一個 選項軍品籌購報告顯示 這個開發和採購成本 F35飆升到了4380億美元 這大約是新台幣14.2兆 也就是說 每一架的F35的售價 從1.66億美元 漲價到1.79億美元 但這個價格已經是 大約是新台幣58億元了 但是很多人就來看了 那性價比到底高不高嗎 因為它有很多的優勢 但是如果跟殲20來比較的話 當然這些比較的數字 可能有一些需要調整 因為沒有那麼多 真正這麼完整整的這個數字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PK的部分 來F35PK殲20 速度的話 F351.6馬赫 殲20可以達到2馬赫 你哭 人民才該哭 內神通外鬼查不了 壞蛋和混蛋都找不到 性潮流 法力無邊 我想用石錢 衝刷掉你性命的那些傷害 我都為了贏的 還哭 人民才該哭 金錢流向不交代 幕後黑手全省你 誰是門神 你的名字可以阻止戰爭 你的名字可以確保安全 你的名字可以守護希望 我是郭大銘 讓我們團結一心 打造台灣的美好未來 請攜帶身份證 前往連署站 簽名挺台名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 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新聞的直播 還有新聞和節目 全部在裡面一次滿足 沒想到也有這種口味的酒 對 我覺得這是非常讓人家 這個 中天跟經濟 因為我覺得原先都會有高貨 有提供 每個圓都會有三甜 苦辣 像喝酒一樣 這種口味 有色味 有前應 中應 後應 有香味 有甜味 有苦味 這就是原先 對 像沙華一樣 就是這樣 人生酸甜苦辣各種滋味 就像我的 微星初體驗 然後最大航程 這個油箱有關係 F35隱藏油箱 所以它是飛2,200公里 但是歼20可以達到5,500公里 飛得更遠 作戰半徑的話 歼20 2,000公里 F35 1,239公里 武器的掛載點 F35 10個 歼20 8個 但是很多的分析是說 歼20如果說它可以排除萬難 你沒有把它擊落下來 它達到它預定的目標 它可以投下更大威力的 這個導彈或炸彈 空對空導彈 精確制導的炸彈 F35有空空導彈 也有精確制導炸彈 以及機炮 立昌君 美國根據他們自己的這種 GAO的報告指出 這個F35 事實上他們現在來講 覺得成本太高了 在國會裡面他們就應該 對 他們自己也覺得貴 而且不算高 而且它的這種 就是能夠堪用率 妥善率來講很低 只有55% 也就是說大概只有兩架 兩架的F35來講的話 大概只有一架能夠飛 目前來講是這個樣子 兩架只有一架能飛 它的妥善率只有百分之 所以維修也貴 所以現在我剛剛前面講說 土耳其應貨得福 對 它就是因為沒有 還好沒買到這個 全世界最貴的 對不對 它還好就是 那時候美國說不賣它F35 敢賣F16 結果沒想到它一末得福 它沒有買F35 它反而比較便宜 我們都知道前兩天 結果有一個很有趣的消息說 F35變成殭屍飛機 它飛機繼續在飛機 然後飛行員自己被彈跳出來 它不是飛行員自己要跳出來 是飛機用電腦把它跳出來 把它彈出來 飛機自己在飛 飛行員被電腦丟出來了 你說這是不是這個F35有問題 我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F35現在正在升級 他們一架戰機來講的話 你不管是武器系統或操作系統 你一個人來講的話 一個腦袋沒辦法用到那麼多 這邊又要看雷達 又要看武器 又要飛行 又要看資產 所以它很多是用電腦 來控制它飛行的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它從第二代電腦 要升級到第三代的軟體 但是在升級的過程之中 發現了很多問題 它沒辦法改進 這也就是上次 為什麼有殭屍飛機出現的問題 就是說飛行員自己被彈跳出來 然後現在比利時來講的話 他就已經不買這個飛機了 比利時來講的話 他說你要整個確定 你研發都沒有問題之後 我才願意繼續再跟你採購這種飛機 所以現在買了F35這些國家 也很頭痛 因為它購買了成本 就像是有一些 我們現在有時候買一些車子來講 你買的時候很便宜 可是你保養起來很貴 對 維修費非常的貴 對 就像F35這樣 美國現在準備再花1.7兆美金 來買這個飛機 要買2000架 1.7兆 你知道它在編列的預算 1.7兆裡面 它維修成本是多少錢 是編列1.3兆來維修 所以你看它維修成本有多高 對 可能 所以說我覺得說 你這個F35 你美國自己要不要考慮 要不要再弄 因為現在幾乎很多國家 都不敢用你的F34 怎麼跟F24一樣 也是就是性能很好 結果因為太貴 結果最後對不對 從研發成本到 從研發成本到後續保養 你看你不要看它那個7 剛剛黃電長講得很對 那個飛機在空中飛行的時候 它那個溫度很高 急馬赫它就會 7就會受傷 7會受傷以後 你那個隱身性就會受到影響 你回來以後 重新要噴上那種機來保養 就像B2 那種引擎空炸機 都會有這種問題 但我特別要強調 就是你看下面 最後一個武器裝備 跟殲20來比較一下 你F35有一樣東西是 殲20沒有的 就是機砲 機砲 機砲沒有 就是殲20來講的話 它不需要機砲了 它不會有空中纏鬥的這種 這種作戰的方式出現 它認為它將來 我不會有這種狂戰 我就飛戰就把你幹掉 我不可能跟你在近距離以後 我還用機砲 在F35設計的時候 它還是有機砲 這種武器 從這邊裡面 它設計的武器裡面 我們就可以感覺得到 就是感受到 兩種飛機 它的這種設計的構想 以及它的作戰的理念 就是殲20已經勝F35來講 已經勝過它一戰 我補充一下 這個兩個飛機設計的目的不一樣 目的不一樣 不一樣 殲20是純粹對付攔截的飛機 就是說你製造空優 所以它為什麼速度很快呢 第二個 它的掛點很少 它帶的武器也少 它就是空對空 它目標就是把敵人的 這個戰鬥機幹掉 F35B的任務比它複雜一點 它還要擔任一點地面作戰的 所以才有機砲 第二個 它的攜彈量也比它大一點 第三個 我要做點平衡報道 1020飛不到5500公里 我沒看到哪一個機型能 飛到5500公里 除非是戰略轟炸機 因為這個跟你機型設計 跟你的汐油量有關係 第三個 F35B也不是完全沒有一無四處了 它如果有幾架F35B編隊飛行的時候 它365度的這個警戒網 搜索網就可以完成 它用網路的這個 雷達配上網路 所以這個戰力又有點不一樣 F35B還有一個缺點 它維修沒有辦法 任何一個國家買來就可以修的 突然送回美國原廠去修 修到哪一天給你不知道 因為維修在美國的維修量 也快吃不下去了 你跟F16的維修都出了問題 我們國防部副部長還在爭取 台灣變成維修點 你知道維修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飛機比船還要精密得多 隨便什麼地方出一點故障就要修 那個修比你買進口車那個要貴太多了 所以F35B它的缺點價錢貴 維修不容易 這是它的主要商 它戰鬥力不差 殲20只能擔任單一的任務 單一的任務 它要配合前16 前15 就完整的作戰 所以兩個從當初設計的出發點不一樣 它的功能會有不一樣 有時候這個優點 也可能變短板 譬如說F35 它就是它的電站很強 但就很容易就是會秀動 譬如說自己把飛行員 彈出去的這個狀況 但是它的優點就是 F35的飛彈技術 它可以透過網路對目標 進行預測跟追蹤 不過剛剛看這張表 當然大家立刻覺得說 美國F35怎麼這麼差 殲25我們這麼的厲害 其實這兩個比是不公平的 為什麼 我幫美國說幾句話好了 不是不單是任務 你去看這個圖 這裡有三個美國的這種飛機 對 從最大的那個是F22 中間那個是F35 最小的那個是F16 所以你可以想說這個 同樣是戰機 美國大概分三種 重型的 中型的 輕型的 我們台灣的F16 基本上是輕型的 那同樣的這三型 你也可以想像到 在大陸就是殲20 殲35 以及殲10 大概他們也有這三種不同的 所以你說拿它的那種中型的 來比我們的 這個中國大陸的大型 那當然就比較落魁一點 除此以外 我特別要講到它那個 F35從它推出來 一直到今天 我都非常留意它的一些資料 我一直認為 它是非常失敗的設計 我根本認為 它將來就會很快的 無疾而終的 這是我當初的判斷 可是我實在沒有想到 像一下子突然好像 全世界都要靠這個飛機了 大家不要忘了 F35有這麼一個東西 這是剛剛立將軍說的 它很容易壞的原因 你看這個 對 是我放反了嗎 反了 對不起 看到沒有 它有三個 那個最尾巴那個橘紅色的 那個是一個叫做 向亮盆水 對 然後中間 因為向亮盆水這樣子的時候 機頭那裡有一個盤子對不對 就直到上去 它就可以垂直升降 記住這個戰機 原來是很單純的 就為了垂直升降 第一個 尾巴那個要變向亮 第二個駕駛艙後面的 你要多出一個 就像電風扇一樣的 這個出去往上 好 然後你再來看 這個向亮盆水有多複雜 拉近看看 這個向亮盆水有多複雜 很複雜的 它那個底面一大堆東西 這樣轉下來轉過去的 然後你 對 對 非常的複雜 然後你再看它那個 我說那個機頭後面 有這麼一個叫做電風扇一樣的 你以為就是一個 裡面一大堆東西 上去 非常的精密 對 所以你去講 它每次飛 隨時下降的時候 它有東西轉來轉去 轉的東西越多 它就越容易故障 對 尤其像直升機的那個 在它座舱後面的東西轉的 所以我看過幾次F35的 這個在降落的時候 垂直降落的時候 將將將 啪 突然頭往下砸了一下 這下飛機基本上就完蛋 為什麼 太容易壞 而且剛剛兩位將軍也講過就是 他的所有維修要回去 你知道為什麼 洛馬不准任何人 能夠維修他的飛機 他的機密掌握在他的手上 對 所以美國空軍參謀長布朗 在這個飛機剛推出不久的時候 他說這是一個失敗的案例 為什麼你知道 他說沒有人 天天開法拉利上下班的 這個比喻太好了 這個F35去就算了 所以美國人說 你天天在訓練飛行 也這個樣這樣的 每一趟都是一個很好遊 很損耗這個東西 賺的東西越多 越損耗 然後最後怎麼辦 就很容易壞 所以它的那個叫妥善率 目前一半 那是非常低的 而且它的維修費太貴了 還沒算它的洗澡水 對 所以這個美國的戰績 真的是它穩賺的 對 而且你要修得回它原廠修 你自己修還不行 接下來美國還有這麼一個 它要說現在 因應這個中國大陸的海軍 人民海軍是越來越強了 包含了在俄武戰爭發現 這個叫做新式的海戰技術 就是烏克蘭它不跟你大碰大 它拿這種很便宜的 CP值比較低的無人載具 來攻擊俄羅斯的潛艦 或者是橋樑造成你的損害 所以美國現在有這麼樣的一個 構想把以前老舊時代用過的東西 拿回來 帥上軍你怎麼看 這個是美國戰區的 水下監視的司令部 就是說以前冷戰的時候 用來監視蘇聯潛艦的一個 絕密水下監視系統 然後他們計畫要部署這種 水下無人載具 放置可移動的水下衛星 掃描水下的活動 來抓你有沒有潛艦在這邊 他說他這個透過衛星偵測的 無線電訊號 對敵國的潛艦可以定位 然後再搭配AI可以幫助 軍隊來做出決策 事實上在冷戰時期 美國對俄羅斯的潛艦就非常忌憚 你記得海森威是俄羅斯的這個 潛艇基地吧 對不對 他每條潛艇一出來 美國的P3C就開始盯上 那時候P2C的E2T都在盯他 那在日本附近的美國潛艦 就要跟著他屁股一路走 每天都在玩這個貓捉老鼠的問題 那這個還不夠 在所有海峽裡面 又布了這個偵聽器 偵測器 就是說他錄下你各種潛艦的這個 羅文馬達轉速的聲音 聲紋 那麼還有這個放置什麼 有的地方放這個叫做磁性水雷 或者這些東西 搞了很多但是都沒什麼效果了 茫茫大海 你那個磁性水雷是不是碰到它 是問題了 但是現在俄羅斯還是全世界的潛艦裡面最大的 就是北鳳號那種大型的核能潛艦 對美國威脅還是很大 接著現在中國也搞很多核能潛艦 所以美國對這個水下的事情就越來越擔心了 所以把以前那個水下監視司令部 又開始擴充它的編制了 增加它的設備了 但是還是一樣了 你以前針對的是老舊的潛艦 你現在增加的東西 還增加人家的心事潛艦 這個貓說老鼠到底是老鼠厲害還是貓厲害 不適應是還是不知道 就是說它表示我也盡力了 我有這個威脅 我是不是要做來防範 防範我茫茫大海幾大洋 四海七洋你到哪裡去找 你還可以潛伏在北極冰茂下面 是不是你每個地方都要攔 抓不到的 對不對 你說我們家裡裝安全監視器 你家還是小 你要監視整個國家的大海有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是說他不得不這樣做 有沒有效果要看 他有成果也不會告訴你 沒成果他也不會告訴你 對不對 讓你心裡面有這麼一個掛慮 對不對 他有成果告訴你 人家叫防範了 沒成果也不告訴你 嚇到你 對 這個問題 你像我們海上的電纜線對不對 電纜線他有時候也跟著這個 要裝插這個監視的 監視的 這些海底下都花很多 真的 是這樣 對 我們的光纖一天輸送多少通訊量 對 他都在搞 美國在水下花很多錢 為什麼他有很多科技艦 什麼艦 我來研究水紋 不會扯 都在搞這個 都是有戰略的 就像張軍常常講的 我們不要看這些數據資料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武器 戰場實測是最準的對吧 所以到底有沒有用呢 不知道 但是剛剛講到的 心理戰是有用的 我有發現你有一個 這麼一個東西了 現在要幫我補充嗎 他這個是在忍戰的時候做的 就像帥上軍剛剛說的 沒有人知道 我說的沒有人知道 所以說到19 不知道九幾年才曝光 1991年 這個叫做蘇聯解體 華沙組織結束了 才曝光 最高機密 一直到今天 他的功能 效果 以及他擺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 沒人知道他的真正的東西 當初我們海軍其實 也想做這個 在東岸 像我們東岸那裡 我們想說步下去 就像帥上軍剛剛說的 現在你不是要做海底電纜嗎 能不能在上面 順便裝一些聽音器 沿途聽 他擺在底下 他是被動的 就有船過來 他大略分得出是水面艦 或是潛艦 你如果步在我們台灣的 這個周遭的話 那是不是潛艦過來 他就聽得到 這就是他最大的一個目的 那是不是很有效 我相信有 絕對比沒有要好 而且國防本來就是一種叫做 存在就是力量 我跟你講我有這個 那所有來的潛艦都在想說 你們都可以看到我 那我不是白來了嗎 不敢貿然的來了 不知道有沒有用 但是他會忌憚 或者是這個大數據 收集資料 有沒有 就是監聽的這種 來 下一張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來了 美國心心念念 美國最會的就是 維護他自己的科技霸權 慣用國家力量 要打壓他國的科技 其實到現在為止 科技戰已經有一年的時間了 所以美國趕緊說 美國商務部在研究 去年10月7號開始執行 有關AI晶片跟半導體生產設施 出國到中國的禁令 美國開始警告了 10月份又要開始收緊管制了 但是美國這一招還有用嗎 慣用國家力量 來打壓他國的科技產業 這邊有個數據告訴大家 哪一些國家吃過虧 日本東芝 英國宇航系統 德國西門子 法國的阿爾斯通 都慘遭毒手 下一位 應該不是說下一位 華為也是 只是華為沒有被他打敗 華為現在突起 所以讓雷蒙多更加不安 上次訪華 意外成了華為的代言人 華為晶片的突破令人不安 所以要動用不同的工具 強化出口管制 如果今天蔡委員在 他一定會說 我就要來看看 美國還有什麼樣的工具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中芯國際709000S 緊落後先進製程4年 據說美國當初設定這個禁令 是想要拖垮中國 我拉開這個距離到10年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可以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結果沒想到失敗只有四年的時間 美國的目標是封鎖十年 現在各國真的就是把華為 拆解開來 我們要來看到的這一間公司 這個叫做 Fopo Techno Solution的執行長 這間公司是幹嘛的 其實它是日本智慧手機 和汽車等消費電子零部件 拆解調查業務機構 好 它做出了這個報導 它說709000S可能是中芯國際 14奈米製程打造 但是它加了特殊的設計 所以讓它的晶片可以有 逼近7奈米的性能 謝將軍 對 這個被封鎖 尤其是光刻機 造成它沒有辦法製造高階的晶片 華為中間講的 我要自己找出路 這個出路就是它這麼多研發人才 在缺少這個光刻機的狀態之下 透過別的方法把它 能夠什麼 他們講的什麼疊加 我是聽不懂 就是說也能夠弄出來一個 對 也可以讓它有7奈米的性能 7奈米 現在最近有人還講接近5奈米 所以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還是不清楚了 反正就是說它可以製造出跟你 Apple的15同樣的流量 對不對 5G的流量 它能達到目標就行了 所以類似的東西就是說 你擋著人家往這條路走 人家走別的路來走 對 走出新的路 所以我們還在等待它的研發人員 下一步還有什麼出路 對不對 對 栗將軍你怎麼看 現在的華為的突圍 今天早上的新聞 大家昨天還在預測說 雷蒙多到底會採取什麼樣的政策 是反正我管制不住了 我就乾脆放鬆 對不對 有助於APEC 這個拜希亞會面 順利的推行 然後這個在商務上面 我放鬆一些管制 你既然已經做出來了 就跟當初我們要買美國的 不管是飛機或飛車 你做不出來我就不賣給你 你真正你做出來了 我就把這種武器賣給你 但是大家昨天以前 大家還在考慮說雷蒙多 會用大棒繼續管制 還是加強管制 還是說是會鬆口 有助於APEC的拜席會 在目前今天早上我看的新聞 他是加強管制 他會 他新的這個出國管制法的 3.0版已經出來了 他把他所有以往 他認為的肉粽 繼續把他補起來 所以他這個小院高牆 那個小鳳 他補得更強 補得更強其實 他認為說是 對他美國來講的話 其實晶片我們都知道說是 現在晶片代表的就是 第四代的工業革命 就已經開始了 誰能夠掌握到 第四代的工業革命的 這種製程的話 誰就可以掌握到 世界未來的發展 所以美國他很緊張 所以雷蒙多才會講這種話 如果說一旦他晶片 中國的技術趕上美國之後 他未來的這種科技發展 或者工業製程來講的話 美國就會被他趕上 目前來講的話 今天早上的新聞 聯盟多是加強這方面的管制 對華為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就是 一個 對他來講管制來講的話 可能後續來講 會不會影響到華為的量產或 我們都有在觀察了 可是目前來講 確實是沒錯 就是華為做出來他的Meta Pro 60 Plus 這種手機已經做出來 而且大家看他晶片 是確實是7nm 可能是無庸置疑的 他憑什麼做出7nm 到現在為止 全世界各國都在猜測 這是一個謎 因為7nm屬於先進製程 他必須是EUV Ismall那種EUV的那種 這個深紫外光機 才能夠做得出來 極紫外光機 但他只有DUV 他怎麼可以做出來 大家猜測就像是 我們剛剛帥將軍講的 他用兩個晶片 把它跌落在一起 就是這個14nm 這14nm 我把它跌落在一起 這是一種技術 有沒有可能 大陸發展出這種技術 他跌到3nm的話 可能就已經是 再做一遍 可能是5nm 3nm的技術 都有可能做 功能 功能都有可能做到 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重複的曝光 他用DUV 用紫外光重�的曝光 當然他這個會增壓 他很多的成本 然後他的良率也會降低 可是安英偉 不管任何怎麼講 他就是做出來了 對全世界來講做出來 華為也不講他怎麼做出來 因為他就是一個謎 因為他也希望說 華為不要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華為 這很低效 他也怕美國來講 他可能有一些技術 還是用美國的技術 或者有些供應鏈 對不對 還是用美國的供應鏈 他也怕影響到他後續的 現在我覺得就像是兩國來講 就是科技戰 疊對疊了 疊對疊 你敲我脖子 我就堵你鼻孔 對不對 疊對疊 雙方來講的話 然後後續來講 我覺得有在觀察 但中芯國際我想說 也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目前來講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就是 中國清華大學 它極指外光機的那種光源 已經也研發出來了 但你研發出來光源 要做出到EUV那種機器 可能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但代表說是華為 它不斷地在進步 我們昨天看到一則新聞 說華為有一個年輕的工程師 才不到30歲 29歲 他的年薪可以到200萬的人民幣 所以可見得華為培養人才是 不盡極力 很多資源的 不管怎麼樣 美國已經有這種人才 人人腦袋都一樣 只是說可不可以用心 如果有願意用心來講的話 我想總有一天 美國計畫本來封鎖 它要領先它10年 美國現在承認它是 只領先這種晶片製造業 只領先4年 在未來的這幾年當中 如果華為不斷地進步 有沒有可能趕上美國 或甚至去超越美國 我覺得都是有所期待 發生的情形 我們都必須要做這方面的考量 美國也不必說 就請明它的科技 成為世界的霸主 就一直霸著不放 總是會有被人趕過的時候 對 但是美國就是心心念念 你就是不可以趕過我 或者是你不可以這麼快趕過我 但是我們也看到了 中國速度 我們看到了華為速度 還有華為的突破 任正非以前就說過一句話 他也預料了 華為接下來路還會很困難 但是華為就是要走這種困難路 他很多年前就說過 他要做的是最難的事業 也的確繼續做下去 雖然說專家也有一些分析 比如說華為可能面臨三個問題 比如說關鍵的零件供應怎麼穩定 還要提高成本效益 還有另外就是要挽回流失的客戶 因為可能很多人以前用華為 但是後來華為沒出手機了 可能轉用Android的系統 轉用別的系統 別排的手機 用習慣的這些老客戶 怎麼把他們抓回來等等的 現場幫我們補充 我相信觀眾一定很好奇 華為到底有沒有突破 是不是真的能夠從此 就可以展開一下 他們自己的這個 重新恢復他的這個事業 畢竟我們都是外行 所以前一陣子 我就一直在網路上找資料看 各種的分析很多 我當中有一個人的講法 讓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因為全世界的大型投資 這種公司 什麼金融業 他都有一個專門的研究的 一個小組 去針對哪些股票我可以投資 哪些不能投資要給他賣掉 為什麼 股市就是看未來 所以當初我就像 他分析就是說 你去看第一 蘋果的股價 以及荷蘭那個光刻機的股價 他把那兩個股價一拉出來以後 以及說什麼時候他們上市的 那東西我看到印象很深刻 最起碼我這樣講好了 這些大型的投資機構 他們的研究中心 預判這兩個公司 基本上是要往下走了 哪一個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這張圖 蘋果 蘋果以及荷蘭的安斯莫的股價 注意看他從什麼時候 開始跌起的 他從左邊開始跌起的時間 華為的手機什麼時候上市知道嗎 就是說能夠拿到別人的手上 是9月3號 對 如果大家9月3號拿到 你就看到那個手機是什麼樣子 就應該跌了 還沒有跌 這兩個股號 股票從9月3號 還微微的漲 大家拿回去 是不是要開始研究拆開 從蘋果股價從兩天之後 也就是你大概要研究兩天 9月5號開始崩跌 也一路跌下去 我這裡是劃到9月29號 他大概跌的是10% 你說可能是蘋果是不是 他可能遭受到大陸那時候 說他禁用 但你看底下的荷蘭的官科機場 官科機場的跌 比蘋果要晚一天 就是蘋果是9月5號跌 官科機是從9月6號開始往下跌 也幾乎跌了10% 最近他們回來一點點 但不是回來很多 稍微回來一點 現在可能是跌7% 8% 就是說這些專業的單位 不是我們這些專業的單位 他們得到的結果是華為突破了 至於是不是真的突破 我是不清楚的 我只是把那個王主 網紅的那個觀念跟大家講 我覺得是滿有道理的 的確 那接下來還要繼續 小燕高牆這樣賭嗎 我們來看一下 最有矛盾的德國 德國最近的這個想法 特別有意思 德國外長貝爾伯克 他說我們不能對台海緊張 是弱無睹 需要跟中國去風險化 等一下來跟大家補充 他所謂的去風險化的 更多的詳細 他說德國應該要擬定中國戰略 跟歐盟還有全球夥伴 合作推進 推動進程 降低風險是主要的目標 為什麼要降低風險呢 我們先來看這邊 德國等歐盟國家 他們計劃以補貼或關稅的部分 來保護歐盟的光電企業 他裡面就提到了 經濟去風險 他舉例來說 澳洲開採世界一半以上的鯉 但是九成運到中國去加工 然後歐洲從中國進口九成的鯉 所以他覺得不行 我們這樣太依賴了 但是如果說以太陽能領域的 貿易壁壘的話 你還要這樣繼續的圍堵 繼續的卡嗎 是一種雙輸的戰略 我們來看大老闆說的話 其實是比較準的 瑞士光電原介業的製造商 埃爾福特爾爾爾佛他就說 比起這種貿易關稅 有更明智的手段 可以來支持歐洲的太陽能企業 他就說 你為什麼不用鼓勵本地的方式 歐洲必須要鼓勵本地 生產太陽能原件 這樣子歐洲的太陽能製造業 才可以穩步的增長 如果你只是一味的 一直卡脖子的話 最後你自己也會死 就像剛剛麗將軍說的 你卡中國的脖子 他就是怎麼樣 捏你的鼻子 最後大家都死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中東的部分 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舊愛深圳這一位 這個深創投發力 中東土豪都來了 阿聯酋的內閣成員經濟部長 阿普杜拉律率領的代表團 到中國本土創投 深創投來進行考察 其實最近大家也在看 中東到中國的一些投資 譬如說中東的主權基金 北京在華設立辦公室 這個穆巴達拉投資公司 他在北京的辦公室 座落在朝陽區 政大中心北塔 這是北京CBD的核心區域 他們投資據說背後領導的就是 阿布達比的王儲 重點來了 他們已經投資的什麼項目 快手 小鵬汽車 BOSS直聘公司等等 所以是不是說中東現在也開始 看到了進軍中國市場的一個競爭力 沈昌君 中東這幾個國家什麼不多 石油多 石油多了就錢多 錢多了 他自己又不是農業大國 也不是製造業大國 他就要投資賺錢 投資賺錢 美國跟歐洲這個市場 他也不放心 美金的霸權 美元的那個匯率機制 IMF 而且美國還會沒收人家的錢 錢科累累 所以中東這些土豪 中東的四大基金 他往哪裡走 當然往中國走 對 因為你這個金磚會議開完以後 南方大國到處都是投資機會 對不對 有市場 有人口 有這個出口的這個產品 對不對 又要基礎建設 這些都要錢投資 所以金磚這幾國的這個 中東這幾個四大基金投資公司 都跑到北京去了 對 因為從這邊 從北京 從上海 透過上和組織 透過這個金磚會議的組織 他只要評估哪一項投資是可靠的 哪一項投資是獲利勝風的 他錢就放出去了 所以上次的金磚會議成功的 最成功的就是把這些國家拉進來 是的 終於看出來成效了 剛好這些國家跟美國有點過節了 對不對 為了石油變成對手了 再看了美國那個惡心惡狀 把人家俄羅斯的基金 海外資產沒收了 把俄羅斯海外富豪的 遊艇飛機也沒收了 把阿富汗的吃飯錢也沒收了 這個讓所有有些人都不放心 所以才會有這麼一個很好的一個結局 一拍即合 是的 所以我們從中東來看 我們會發現 像上次拜登到東東去 這些國家也沒給他好臉色看 平常都罵我們 拿人權來說話 現在到了中國 人家大受歡迎 直接錢就捧著來了 對中國這些企業來說 其實也是很大的幫助的 資金進來了不只是賺錢 你要研發一些新的產品 你得要有資金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在中國很多企業的發展 可以這麼樣的快速 資金到位 然後請全國之力 最後一點點時間 栗將軍可以幫我們做個總結 我先講一下德國這個外長 他根本就是在胡說八道 大家看看就好 為什麼 你說他胡說八道 因為他是律長者 他對中國跟俄國 一直要是用強硬的態度 可是你今天講這種話 你有沒有看到你們總理在做什麼事 他們去年消失到中國去拜訪的時候 買了140架空八 大家不要忘 你竟然跟中國脫鉤這麼強硬的態度 你為什麼消失去跟人家 就賣給中國 不是買中國 是賣給中國 推銷 148 140架的空八 你再回想一下 你自己國內現在的經濟狀態 我們講一個PMI指數 PMI是什麼 就是這個國家容窟 就50以上算容緊 所以50一下就算窟 那上次中國大陸49 就被人家講說中國GD在走下坡了 德國是多少 你知道嗎 今年39 所以你說德國現在來講的話 他被稱為歐洲病夫 他的GDP今年是負成長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德國你去不要中國 光電產能是德國 他自己本身他不用核電 他要去核 所以你就必須要用光電 中國現在發展所謂新三樣 哪新三樣 第一個建重車 對不對 第二個電池 第三個就是太陽能 所以中國在發展 在新疆發展的就是太陽能產業 這些太陽能的模組 現在是中國的強項 他做出來的東西又便宜又好用 你要不要 你德國要不要用這東西 所以你是要提高關稅 阻擋它進口 保護自己國內的這種 太陽能的產業 還是跟直接 跟中國來採購這些東西 我比較快 所以對德國這些太陽能的公司 來講的話 我當然希望能夠買到便宜的東西 我這樣才能夠促進我的太陽能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覺得這個 德國外長他 因為他本身 他們是屬於 德國屬於這種聯合政府的心態 就跟剛剛我們帥家軍所講的一樣 他不管是國防部長或誰 他們各說各的話 蕭治來講 沒辦法統一這種口徑來說這種話 做同一種政策 講到阿聯 阿聯很清楚一件事情 他就靠油 他油是什麼樣 他油總有用光的時候 所以他必須要有新的產業 我們上次看到卡達奧運 卡達也是一個產油國家 你看卡達那個菜善後 多聰明 他花很多錢去搞一個那種 氏族比賽 氏族比賽的話 提升他國家的聲量 所以他就不是只有說 只有一個靠石油 他石油總有用光的一些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把錢投資到中國 因為中國有很多東西 是他國家未來發展 萬一石油 尤其是石油 現在美國頁岩油 跟他彼此在競爭的那種態勢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相信他不管他新能源 他的醫藥 他的新科技 各方面來講 都是這些衝衝所謂土豪 他們自己很聰明 他知道他要往這方面來移動 所需要的 好 謝謝大家今天收看 親家人類高地 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按讚 應援 頻道訂閱起來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美食快點爆 其實炒飯鑽在我們家裡面 跟煮麵是很常出現的料理 因為它就是把你家冰箱的東西 全部丟進去 加個熱油炒的炒 小孩就可以栽進嘴巴裡面 它薑味很重 為什麼它的薑不會辣 這個應該很辣 這個薑非常的厲害 對 它是來自人的排鑽 大五三下 它下面的焚風有四十度 這個東西對小朋友也是OK的 非常OK 因為如果小孩喝薑母鴨 麻油雞 他們是受不了的 可是這個東西拌飯拌麵 我覺得是個適宜的 中天嚴選海皇冷鴨出炸麻油漿 快點購獨家販售中 輸入主播推薦代碼 向更多優惠喔 您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之後 如何幫助監督的力量更強大呢 請您每天一起跟著我們這樣做 拿出手機 隨時隨地打開中天新聞網APP滑一滑 第一 每天為十則新聞按讚 置底這個小手手按下去 變藍色就動了